歡迎大家收看小火子的朋友 今條影片都是早上閒聊 要快了,因為約了人喝茶 兩件事就是2024年3月20日 下午12時21分 Bitcoin正在做62,200 這條影片是Patreon優先 如果想早點看到Patreon影片歡迎大家訂閱 而這條影片最主要分開六個部份 第一部份講到Bitcoin的更新 第二部份講到Porto幣的更新 第三部份講到Render幣的離好訊息 第四部份講到Sedify 今晚就會開賣一個Bloodloop的公眾開賣 我相信有火又或者有聽眾 可能已經登記了這個KYC 現在要準備些什麼 還有到時要怎樣做 今條影片都跟大家來個概括講講 第五、六部份就是會員部分 講講這個ARVI 究竟潛在的離好因素是些什麼 第六部份就是講講這個ARVI的參與 即是ARVI已經 今天六點鐘開賣了 不知道各位準備好了 當初又是最後重溫一次 究竟成為步驟是怎樣 還有可能到時只有幾秒鐘給你做決定 所以呢 現在做好準備就差不多 第一部份講到Bitcoin的價格走勢 如果你以這個 應不應該入貨的情況角度來講呢 如果以一個小時去到八小時的RSI情況來看 其實都 以我的角度來說 我是會 但是小波姐 始終心裏面有一條刺 有一條刺就是兩日圖的死亡交叉 很令我不安 這個死亡交叉都幾高下 有沒有看到 對上一次是這個位置 所以仍然有個隱憂在裡面 但是期望著這個Halfing之後 其實這次的牛市有點像2017年 就是講講 總之 小波姐 短期來說怎麼看呢 短期來說其實我覺得 反彈機會都很大的 昨天在Patreon上出了一條片 可能就是會員優先 看看這裏 那跟大家講了 如果真的要再跌 最強的有力位置 相對上是59,000的位置 59,000的位置 昨天出了那條片 嘩 嘩 不見了 是不是這裡 不說那麼多了 總之59,000是一個比較有力的位置 短期來說可能 59,000到63,000之間 都是適合一個叫做DCA 如果你有看我小波姐頻道 但他都知道 我個人認為 就是23小時圖 中軸這個位置 或者甚至低的位置 可以開始DCA 那似乎他碰到這個 RSI的底部 可以比較入得多些 例如說 上兩次 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甚至乎近來 這個位置 都有一個不錯的 叫做DCA位置 另外就 一小時圖 這個位置 兩小時圖 三小時圖 四小時圖 八小時圖 去到這個十二小時圖 都尚算適合他入貨 那麼多一句 嘩 講得很容易 什麼買路銷一下 看你做不做到 還有 其實看到 上幾次的預估力都強 所以 慢慢 但是 我又知道會不會再跌 不會不會知道 但如果你說 平均買入 我覺得 因為有時候 未必等到最盡五萬九 你才入 有時候 一個不過意 可能又反彈了 你就錯了這個機會 依照之前一路 所定下狼底的策略 即是四萬 即是HALF前 距離HALF前 距離HALF前 還有二十八日 急跌了這麼多 前幾天還有三十二日 所以 短期來說 就超賣 中期來說 二十三小時圖 以及一日圖 都是中省 兩日圖 意味著 可能短期的反彈 中長期 就要看幾個情況 包括HALF 包括減息的情況 即6月12日 可能會減息 減第一次 究竟可否對沖到這個死亡交叉 這裏就未知了 但 起碼見到 今天這個2024 就像這個2016年 給大家看看 2024這裏 2024 在HALF前 有發生兩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急升 第二件事就是 那個叫做 死亡交叉 很少這麼早到 即是 你有沒有見到 第一件事就是那個急升 在HALF前 急升都比較少見 還有 在這個六萬九的位置 即是 對上一次那個 牛市的位置 都徘徊了一段時間 還有就是 簡單來說 兩件事一次過合起來 即是六萬九的位置 有所顛破 還有 HALF前急升 這兩件事 在上一次牛市是沒有的 你看看上一次牛市 上一次牛市 是HALF前 都是跌為主 還有 HALF後 都很顛破 很橫盤 很悶 所以 這次這個 有點像2017年 你看看 2017年 是2016的HALF 有沒有見到兩件事 這次是兩件事一齊來的 包括是這個 等等 看看上當年的MACD 怎麼搞 MACD上當年更誇張 這樣 第一件事就是到HALF的時候 這裡不要看少 很激 看到HALF前 都是一個大插 大升大插 大插 差不多都足足是 升了 可能最低的 200元 升了三倍 跟這個很類似 接著 你由這個800元 插下來幾多 800元 現在可能短期 插平的反彈 可能像這隻 都未頂 可能最激的位置 可能會鐵三四成 但由於 升幅和跌幅都弱化了 跌20%就差不多了 所以 第一件事就是HALF前後 都有一個 比較大的震盪 以及到了這個 關鍵位置 就是1000元 上當年 再之前的高位是1000元 即是說 要衝破這個1000元 都會比較大的力量 以及要試幾次 才到達到 即是比較像2017年這個情況 所以大家要收入準備 這個叫做HALF前後 以及突破69000 這個位置 都是有些顛破 以及 都 兩樣一起發生 現在 一來就是升很多 而且近來 那個叫做RSI 或者MACD Cross 都出現 都有少少少 令人不安 所以 腰子計劃 到中間的時候 慢慢買 RSI 中性慢慢買 另外 波圖幣 波圖幣 今天 那個價錢 之前都回落很大 由這個2.8 去到最低 只見過1.6 那麼你馬上看看 遊戲幣 最高差不多做到2.8 回落到這個 過8 過7 這個位置 大部分遊戲幣 都是跌四成差不多 而當中 比較強一點的2隻遊戲幣 包括BIM幣 和Super幣 這都不跟我說 昨天的影片都說得比較多 所以 要在電視裡面 看看哪一隻 是強一點 但這隻波圖幣 暫時可能比活動較少 還有 遊戲幣 都不是一個熱點 所以 覆益 都是較多 但是 小火姐這個幣 近來有什麼搞作呢 更新一下大家 它有最新的帖 立刻看看 這個帖說 星期四 波圖幣可以 是可以Staking Staking 用來做什麼 可以 明明一些遊戲的產品 以及一些 可能有些大作遊戲 到時 有大作遊戲 可能這個 幣的需求 也會加大 之前我也不知道這個幣 可以做Launch Pack 所以 我也是出了帖 原來 這個波圖幣的一些功能 都頗多 包括Launch Pack 包括Staking 這個平台上的盈利 都有得分 有折點售賣 好像Miria 亦都可能XAI 希望 有些類似的 賺錢效應 還有這個 幣可以購買 任何鏈上的 遊戲上的NFT 還有這個平台 可能會集合很多 Web 3.0的遊戲 可能到時 這些 currency 就可以 作為一個中介 去互相轉換 而當中的 liquidity provider 可能就會 賺到一些 手續費 可能就會回貴 Portal的持有者 還有一些政府 投票 之類 由2.8跌到2.8 希望未來 可以升10倍以上 這個 暫時是唯一一個幣 可以連接 2.0和3.0 gaming 的唯一一個 我暫時好像見到 是這個幣 可能真的做到 Dota也好 Atlas也好 Sidas也好 Elevium 可能都會用這個平台 進行一個 最終極的平台 你很方便都不多 總之 比較看好一個 新的概念 就是平台幣 以及一個2.0和3.0的接合點 大致訊就是這樣 第三部分 Render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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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要快了 我朋友不斷叫我喝茶 第三部分 Render幣 昨天在Patreon上都說了 有個老闆 在輝達會議上 進行演講 時間方面都說過 再提醒多次 明天 香港時間 就是明天 星期四早上 凌晨 凌晨6點 總之 會講講 Roll map of Render 以及 Ottain Render 最重要 這個老闆 唯一一個 唯一一個 在上面講話 但 還有一個 Elia 另一個 Near Protocol 都在上面講話 但這個 好像不是一個獨立時間講 是比較尊重這個 我不知道 我剛才看到 我給大家看看 總之 他在這個新聞上 說 今次這個 看看 剛才highlight了 咦 highlight還不見了 這個Render的Founder 就在GTC上 會講話 講些什麼 最主要就是 今次這個Talk 是他有歷史以來 最關事 還有 有些事情隆重宣佈 我就 聽到很興奮 都不知關事 這裏我highlight了 他會講什麼 就講這個 Render的 實時的 光線追蹤 AI 總之大致上 就是講這個 Render系統 如何可以 進一步升級 去不同行業 不僅是影像的 渲染 亦都可以 用來 AI的訓練 甚至可以 給 Apple眼鏡 做一個實時的 運算都未頂 大致上 就是這樣 最主要就是 他這句 Are one of my most relevant GTC talks 因為他們已經 談了十次 他很厲害 亦都跟 王蔭分多幾個朋友 以及 與輝達有合作的關係 以及 輝達的一些 副手 以及一些 經理級的人士 亦都在 Render上做顧問 所以 都十分之有前景 大致上就是這樣 看看上面 最後有沒有一個 終極的宣佈 有可能跟這個 Apple合作的話 就是這個 Crypto史上唯一 一隻 亦都是最強的 能夠跟Apple合作到的 一隻 Crypto 究竟 例如說 家裡的 iMac iPhone iPad 可不可以 將它們的GPU 或者CPU 運算力 擺上去 我今天想 將我的運算力 擺上去 Render系統賺錢 可以嗎 因為Apple的機器都不差 所以 大致上這樣 另一個時間點 就是Niapoto的老闆 Elia 都會在這個 輝達會議上說話 大家看看 Meme 這裡 大致上就是這樣 他講的時間 我不知道講哪個時間 這是不是一大堆人說的 Transforming AI 是一個 一段仔 那麼小時間 可以這麼多人說嗎 不清楚了 總之就是 又是明天的凌晨2點 所以大家留意一次 這個Niapoto的價格 都會有所回落 不多說了 最後 小火之日 第四部問一下 之前你在Patreon 或者YouTube 跟大家說 Blood Lope 不用做會員 都可以參與到 大作 現在 如果之前有做兩件事 包括是登記了 因為登記已經過了 今晚做些什麼呢 OFE Open Entry 按下去 還有8個小時 今晚9點 跟大家說聲 你可能早點準備 8點55分 就坐定準備 準備什麼呢 準備兩件事 第一就是 準備你的Wallet 接著就準備USDT 以及BNB 沒有其他事情要做的 那麼 咦? 厲害 買到$24 我之前以為買$15 如果$24 咦? 可以賺一下 什麼叫$24 等下 等下 $24 乘$7.8 如果沒這麼誇張 就乘百倍了 都會有$1500 所以 還有這個是 登記一次KYC 你就可以有 但還是沒得馬上拿完 登記一次KYC 之後的所有項目 如果有這個叫做Open Entry 你也可以參加 所以 有時間做一做 所以 這條影片提醒大家 時間 以及要準備USDT 以及BNB 我之後 整個過程都不知怎麼做 那你就 很簡單 我一兩句說完 就是 在這個Metamask上面 開一個新地址 然後 將這條鏈變成BNB 然後就在幣案裡提取BNB 然後提取完BNB 就去Pancake那裡換USDT就可以了 大家記住一定要留少少少BNB 進行這個GAS 不明白那麽多 就登登登登 課程再講 在這裏講過了 整個過程怎樣做 手把手 一步步教大家 如何可以參與 十分之簡單 完 這條影片差不多了 今天如果你想參與 ARFI折點的售賣 以及小火子的策略 以及想知道整個過程 流程的重溫 歡迎大家訂閱 這條影片差不多了 如果想鎖定4元一日的PATREON價格 所有影片都要PATREON優先 上一條獨家 28天之後 所有的PATREON和會員 PATREON和課程都要加價一倍 這條影片這麽多了 好好珍惜時間 還有不用緊張的 做大事 膽定 跌和升也有部署 現在 現在再有回調 回調也好 建議大家不要一次入 慢慢入 跌的時候 你永遠不知道到底 但是 起碼你在跌市裏面有入貨 你不是 你不是 六萬 六萬九 七萬三入貨 現在都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入些甚麼做些甚麼 不在這裏多個了 有興趣就 加入了 下條影片見 Bye